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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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第六意識它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判斷、分析、計畫 這樣就有六個心了 也就是我們能夠看、能夠聽、能夠秀、能夠長、能夠觸 這已經是前五世了 這個心再加上能夠覺知、思考、感受的這個心 總共有六個心就叫做前六世 它是生滅法 它是短暫出現 可是終究會壞去、滅去 滅去的就空無所有的心了 那此外呢除了這六個心之外 在現代的心理學還有談到所謂的潛意識 可是對潛意識是什麼還說不太清楚 那佛法很清楚告訴我們 我們還有第七個世 也就是第七個心 它是在助主的心 那這個心呢 它的我值非常的重 因為它非常貪愛自己 可是這個心它的我值滅掉以後 它也是會壞、會滅的心 這樣總共就有七個心了 可是光這樣還不止喔 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最特別的心 那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前七個世 都是生滅虛假的心 所以呢對於所接觸的境界 就產生種種的快樂、痛苦、憂傷等等的 產生種種的分別、妄想、直取 所以就在這個當中呢 不斷的生死輪迴著 佛法除了告訴我們 我們有前七個世 也就是眼世、耳世、鼻世、蛇世、身世 第六義世還有第七世 又叫做義根跟莫拉 我們還有第八世 叫做如來賬 叫做阿賴也是 那麼在成文世裡面 這個心就叫做第八世 可是以禪宗來說呢 因為這個心是所有心 所有現象出生的根本 又叫做本心 又叫做本來面目 第八世 他不是三界萬法的空無的心 可他呢 因為他的自信跟功能非常的特別 他不占據空間 所以他稱為空 那我們所認識的七世心喔 他都在三度空間 以及時間當中存在 因為三度空間的六層境界 還有時間當中的變異 他會跟著毀壞 但是第八是因為 他不存在於三度空間 不在三度空間的六層境界當中 做分別 所以說他是空 因為上一世的記憶 記住他的是上一世的大腦 上一世的大腦記住了這些東西 但是這一世的時候呢 這一世的大腦裡面呢 他沒有這些過程 但是話說回來 那難道這樣子的話 這個記憶就不見了嗎 不是 剛剛煥老師有提到的 第八是如來臟 他有能長 鎖長 職場 的功能 所以任何這一次 所發生的事情呢 都會長期記憶 都會是在如來臟的 能長 鎖長 職場 裡面 你要是深入去探究 不管這個好的壞的 不管有消化的沒有消化的 不管意識知道的不知道的 其實全部通通都儲存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經過消化的這個所謂的智慧 的這個部分呢 當然也是儲存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所以我們常看到說 有一些人啊 他這一次他學東西啊 他就學得比別人快 不論是譬如說彈鋼琴啦 繪畫啦 或是說數學啦 乃至於語文方面都一樣 那表示說 他過去呢 可能這一方面的這個消化 融會貫通的這個程度呢 是比別人來的好 所以 而不是只有這個 資料的這個部分 會儲存在這個 第八世新這個資料庫裡面 你消化完之後的這個 智慧的這個部分 仍然是要儲存在資料庫裡面 可是要儲存正確的 不要去儲存不好的 否則未來是呢 你的這個收阻意啊 你的這個壞點子啊 可能就比別人多 因為你都是記一些很不好的東西 因為你都是記一些很不好的東西 可樂 我給你 已經 CommandEweek 您 用版本